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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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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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現場的台品朋友大家好 謝謝今天大家來參加 我們台大工錢中心的 民眾對靜寧轉型感知的問卷 结果调查 那这个是我们年度的调查之一 那就是鉴于去年三月底 行政院颁布台湾2050 近年探柴附近 那我们在今年的五月底 已经过了一年了 五月底到六月八号左右 我们进行一个礼拜的调查 那我们这个调查里面发现 许多非常重要 跟台湾整个近年转型 近年探柴转型的相关的议题 所以今天来跟社会大众公布 那我们今天有几个重要的发现 这个重要发现就列在我们的新闻稿里边 那我们同时也把相关的这个slide 就是统计的这个图表 我们应该也是已经上网在 我们风险中心的网站上面 请大家可以参考 那这份报告的 等于是一个有图表的在要 后面也有相关的新闻稿的一个重点 所以也请大家可以参考 那今天因为就是我们就不报告 Hallpoint的那个图表的内容 我们就直接由我们四位的这个 宇滩人来进行 我们发现的顺序 第一位就是台大国发所的 林俊达教授 第二位是政大创新国际学院的院长 杜文林教授 那第三位是我们台大公演中心的 林沐勋博士 那我是最后来发表 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 宇滩人就问卷的结果 还有现在的整个时事 来跟大家做一次平息 那大概是四十分钟 那最后再来开放 跟美女朋友来讨论 好 大家好 我是林俊达 那非常感谢了各位 今天出席记者会 那针对这份最新的问卷呢 我就四点简单的提出 三点的观察 那首先根据这份问卷呢 有90.8%的受访者呢 是表示已经亲身感受到 这个气候变迁的影响 那这个比例呢 其实是相较于2020年 风险中心有做过一份 同样的问题 那这个比例是上升的 那时候是85% 也是很高 但现在呢 已经是90.8% 所以越来越多的民众 是已经亲身感受到 这个气候变迁的影响 那我想各位 最近这个高温也是一个 很明显的例子 全球的高温包括台湾 然后所以这个已经是 几乎是全民的共同感受 而且台湾这个比例呢 其实也是高于很多国家 那比如说也高于美国 所以显示台湾 其实是比较没有这种 气候怀疑论者 那这个气候变迁影响 其实是全民的共识了 而且针对这个问题 很有趣的是 我们还发现到 女性呢 其实是比男性 更容易感受到 气候变迁的影响 所以这提醒着我们说 以后也许在制定 相关的政策的时候呢 应该要考虑到 这个性别的差异 跟性别的视角 第二点呢 这份问卷也显示了 有88%的这个民众呢 是同意 如果这个人类的活动 现在是没有任何 如果不做任何的改变的话呢 那我们很快的 就会经历很多重大的环境灾难 那有81.7%的民众呢 也是认同说 台湾现在需要积极的推动 能源转型 那以防止未来的子孙 遭受到严重的气候灾害 对那所以 我想要做现状的改变 也是一个全民的共识 那最后呢 那我们在这次问卷还发现到呢 其实已经有19.4%的人呢 他们已经受到气候灾害 所导致的身体 或者是财产上的损失 那在这些人当中呢 有15.6%的人呢 他的损失甚至是超过了 40万元 对所以 我想这些结果已经提醒了我们 这个气候灾害呢 它实际上 不只是影响民众的生活 它已经实际造成了一些 民众的损失 那所以 我们现在如果说 政府或是光只是重视这个缓解 这个面向 就只是为降低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 其实已经是不够了 我们可能必须要花更多的资源去重视 调试这个面向的策略的制定 还有实施 那我想最近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南韩 这个地下倒影暴雨 这个淹水这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其实是个警讯 他提醒着说我们这个政府 那如果当下反应不及呢 可能就会导致这个 很多车票就继续开进这个地下道 然后最后很多这个车内的民众就死亡 这其实是反映着说 其实气候灾难已经实际在发生 而且又快又猛 那如果我们政府没有做好这个调试的准备呢 那我相信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会有更具体的身体 甚至财产上的损失 好那以上三题都做个小结 首先就是这个气候变形的影响呢 已经是多数民众的共同感受 那第二 人类的活动现状是必须要被改变 然后台湾的那个能源体制必须要转型 这个也是全民的共识 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气候灾难 已经造成了一个一些民众的实质的损失 那我想政府可能必须要更重视这个调试的策略的制定 还有实施 那以上是我简要的观察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稍后呢 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随时提出 谢谢 好 谢谢林医长教授 我想台湾一项从十年前的调查 我们风险中心或是中央研究院的社会院间调查 台湾一项不是气候怀论的国家 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多的台风跟土石流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越来越猛烈的气候灾害 所以像林教授刚刚讲的南韩最新的历史 那不到十天前是北京是热死人 然后四川是暴雨 一样是洪灾 那看看美国 看看世界各国 现在热穹林 这个也是发生灾难 所以表示至于 我们现在谈到灾难部分 我们下一位我们就请到 多艺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目前政府治理的部分应该如何想 好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那我想就是台湾空险中心 其实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调查 行之有年 然后我想也提供一个相当重要的 就是说政府怎样去看待 林医对于这个政府治理的 在这个气候变迁的期待 好那在这次的这个问卷调查里面 其实会看到一些 其实还蛮有趣的这个部分 因为在这个提项里面 有关于这个政府对于 这个气候灾害资讯的这个信任度 好那有中央政府跟 地方政府 还有这个企业 以及就是跟NGO的这种 积极互动的这种程度 好那以及 政府在各项的这个气候变迁的调试能力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政府气候治理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这一次在看到这个调查的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民众对于政府在提供这个气候资讯 好其实是比较信任的 因为这个信任的程度 其实大概是七成 对于这个不信任的这个量程度 可是在这个跨部会的这个沟通合作上面 我们还是也可以看到 就是多半的民众是肯定的 也就是超过五成是肯定的 多于这个否定的五成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同意度上面 其实是有落差 也就是说 其实政府在跟这个跨部会 刚刚提到的 跟系列跟地方政府 还有以及跟这个 就是说民间团体 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基本上觉得有做 可是这个有做的这个 就是说在积极的沟通上面 就是跟其他的这种 比如说是肯定刚提到的这个 气候资讯的高度肯定 大概是有一点落差 大概是五成多 不过还是倾向支持 那在这几个提项里面 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 就是影响到这个支持的 其实政党跟年龄 其实是比较显著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18到30岁的这个年龄成 好像比较支持 政府在这些气候政策的这些 呃就是推的就是沟通的推进 那31岁到40岁的年龄成 大概是对这个新人比较保留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党 呃在这个 目前上政党在民进党跟小党上面 其实是对这个 政府的信赖度比较高 那在野的其实是民众党跟国民党 其实是比较持不信任的态度 那不过在这次的调查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支持这个呃 民众党的这个不支持比例 都比国民党还要高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大概在这次调查里面 是跟其他就是呃 就是在过过去的调查里面 这个可以看到政党感触的一些变化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呃我觉得有几题 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就是说政府怎么样面对气候变迁 好要加强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好那结果显示 就是呃 那那那个部分其实大概是有三个选项 然后主要三个选项 包括民众如何因应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的风险评估 以及这个气候风险的法规定定 那我们刚刚呃也提到这个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我们呃有这个气候变迁的 这个法案其实已经通过 这个部分其实是是呃 呃就是说慢慢的在推进之中 可是民众 可是呃政府对于呃 民众对于政府觉得应该要做的 其实是在民众如何因应气候变迁 好这个部分的这一种呃 就是说能力跟资讯的加强 以及气候变迁的风险评估 这是大概这两个加起来 有大概一个是四成一个是三成五左右 所以这加起来大概就有七成多的这个比例 好是民众所在意的 政府应该因应就是像高温豪雨缺水好这些部分 好应该加强的这些能力好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在呃 紧急应变好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这个 南韩的这种暴雨的这个状况好 好那呃如果说台湾也发生的话 政府要怎么样去加强这个呃 灾害防救的这个能力好 好那呃相对应于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就是说其实民 民众关心他在自身的这种比如说阴影气候变迁 刚刚讲的调试的这些资讯的这些收集 在这题上面民众认为就是说应该政府要制定更完善的 更完善的应应政策好那我想这个更完善的应应政策 其实有相当多的这个部分好包括刚刚提到的这种法是包括呃 呃今天在一开始呃记者会开始之前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政府的这个整体制度的这些这些变价 包括对于这个比如说像呃可能像这个高耗人产业的这些管事好等等好那我想这个是整体的更完善的应应政策 其实是民众所期待的那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呃整体来讲 民众对于呃政府的呃因应气候变迁的能力好这样的一个信任题好这个也是非常有趣 虽然刚刚提到前面的好像多半都是肯定的可是在这一题对于政府因应气候变迁的能力呃 民众却是呃不信任好多过信任好啊这个部分呃不信任大概是五成好那信任大概是四成二左右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呃民众在对于政府呃真正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是有一些有一些些迟疑的哈 那除了这个政党在信任数上面我们可以在这些题向上看到了这个一贯性以外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因素也会有一些呃作用 包括就是说女性超过五成是比较容易现实性的做法好那男性这个不同的一度比较高 那这我想这也是看到就是说女性其实在这个气候变迁的一个冲击上面其实是比较敏感好那呃整体来讲呃我想最后做一个比较呃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呃我觉得政府他其实要去善用呃民众其实对于一些在这个比如说科技治理上面的信任好 然后来在气候变迁的调试上面其实有所作为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其实在资讯上面 然后在一些就是说目前的这个积极合作沟通好协作这个气候变迁政策的配通上面其实可以看到民众是有比较高的肯定跟期待 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呃那实际上到底是不是还是有点迟迟不前好对于这个部分好像又觉得呃呃没有就是说好像有所呃比较大的一个作为好导致这个整体信任度的这个降低好所以我想政府应该呃拿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其实是对于这个呃目前的这个比如说资讯还有一些现在的一些激起作为都所期待 那也应该在这个有所期待上面其实提出好更前瞻好然后其实是更更有这个呃呃目前更符合大家其实对于已经有一些呃不管是就是说呃自己可以作为呃改变配合好这样子的一个呃做法好来来进行这个比如说治理的调整 好谢谢那个杜老师哦我们呃呃这个国际上在讲这个呃呃气候跟能源的转型其实是分出现三个阶段啊第一个就是倡议的阶段哦就整个社会倡议说应该要往那边走我想台湾已经慢慢度过这个阶段了大概2016左右哦开始我们比较强力去一个能源转型哦然后第二阶段就是所谓的制度哦政策 然后呢社会跟经济生活的转型阶段哦那第一个阶段是倡议阶段第二是到逐步转型的阶段哦第三个阶段是整个轨道换道新的我们今天比较期待是静灵啊永续啊律生活这些哦那我们现在台湾大概是在第二阶段的初期哦所以现在我们欺骗法也修了嘛然后我们能源转型这个昨天也有一定公布的这个有关我们太阳能板见识的部分哦那社会生活待会那个时候 这个黎穆辛博士会讲到电动车哦还有这个相关的电费这个部分哦那刚刚前面两位教授提的重点其实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呃IPCC其实在2021年8月8号公布了AR6就第六次的年度报告哦其实已经提到就是说呃呃减缓哦就是减碳很来不及了哦所以季后灾害势必会发生哦 所以那时候就讲说温度其实已经快超越一点游戏了今年3月又讲了一次哦所以气候调试其实是势必要做的事情那现在我们看到前面两位教授报告其实有重点我在帮大家在或许待会我们提问可以再来一个是女性的因素哦女性一向在环境议题上从过去到现在在台湾都是比较concent比较高的哦我们后面两两两组的议题也有讲第二个就是世代争议哦因为在女亚教授 我觉得那个体主边我们有问到是说呃为了下一个世代你是否也这个uciones顾多一点价格哦哦呃支持载幺的这个是非常高的我们今天在过去台湾的我们摩 Bitchu 17 从2012、2015、2018、2020到这次2023 都有相相关的标志台湾社会是蛮濃厚的是这个世代争议的形式哦所以性别跟世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治理上一定要重视它另外一个当然是政党哦政党的因素 待會有機會再講 因為是新文稿的部分 太長了 所以我們就解僱老師們刪掉 政黨部分我們待會有機會可以再細細談 當然大家就知道現在因為各個政黨的分布 對各個法案的支持程度 那我要回來講就是說 對於災害、氣候調適跟治理 現在好不容易 我們這次調查是真的是 民眾對政府資訊的信任程度 還有對氣候變遷的一些作為的程度 是信賴的 這個在過去是比較難看到 但是對政府對最後的氣候變遷 因應的能力又不信任 那過去西本堂都是不信任程度比較高 所以可以想像說 可能是在這一兩年 在談整個能力的轉型跟氣候轉型 民眾開始優勢 因為以前這個議題在台灣是很冷和的議題 所以我們今天是說 其實行政單位要把握 無論中央或地方政府要把握 這個信任的拉高的程度 好好來做 那我還是要多講一句話 我們氣候變遷因應法本來 在去年 今年初修法 其實去年前年就講說氣候變遷因應法 調遷專長要擴充 後來只有四條 這個其實是需要再檢討的 因為真正變遷氣候調遷 光這四條是完全不夠的 完全不夠的 待會我們有機會再來說明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無論在法治 政策現在在一定程度的民眾支持底下 那我們有女性的支持程度比較高 我們年輕人 剛剛陸教授也提到 年輕人支持程度也比較高 然後呢 這個還有世代政治的濃度 我想這是幾個重要要注重的一個原則 好我們下一位請到林木槿博士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陳獨剛才那個陸教授所提的 我們台道分容許進行 三彎的這個民調已經行制多年 但是今年的這個民意調查 跟往年比較不一樣 就是因為去年三月 我們公佈了整個 經理排放入境 今年一月底 我們通過了 氣候變遷的這個因應法 那我們也把這個2050的 經理排放入法 那我想要恭喜台灣 因為整個2050經理排放入法 在這整個全世界 其實大概可能大概 其實才十幾個而已 所以台灣可以把這個明確的政策入法 我覺得台灣其實邁進一步 但是從剛才前面幾位教授的發言 就可以發現我們其實還有滿大努力的空間 那我主要 我以下要分享的部分 主要是針對 也是剛才講的氣候變遷因應法 簡稱氣變法 它其實有很多的政策工具 其實是這樣 在我們這個公安法 之前的溫暖法 其實我們早就有碳費的機制 也有碳稅的機制 甚至有碳交易的機制 但是目前我們這個調查 比較是針對這個碳費的部分做調查 那可以顯示 八成的民眾 受訪者是支持 徵收這個 對企業徵收這個碳費的 但是反觀歐盟 它整個碳交易的價格 在最近幾個月它大概落在 碳交易價格大概落在80到90的歐元 到90的歐元 那如果像大概新台幣可能是3000多塊 相對於我們目前環保署所推出來的碳費的制定的價格 我們之前甚至聽到台幣100塊 或者說高的可能聽到300塊 那我要跟各位講 如果跟歐盟比 我們可能大概只有10分之一左右 10分之一左右 所以雖然我們八成是支持徵收企業的碳費 但是如果我們的碳費如果太低 是不足以驅動整個能源轉型的 也難以接軌國際 我為什麼這樣講 歐盟在今年10月即將實施 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 10月就會開始進行登陸的工作 兩年後就會開始徵收碳費 徵收碳調整的相關的費用 碳管制的相關的費用 那台灣受衝體最大的是鋼鐵的產業 如果台灣收的碳費很少 到歐盟鋼鐵產業是難以去 跟歐盟所收的碳費做抵換的 所以接軌國際這個也是一個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 企業他也要做好相關的碳定價 另外政府也應該公佈相關的碳資訊公開 以提供社會做監督 第二點 我們這邊是有六成 八成的民眾願意支付更多的電價 那我想我們整個現在目前的執政黨 其實也有注意到我們整個電價的問題 所以之前我們電價調整 其實我們會區分工業的部分 跟譬如民生用電的部分 那部分的小商家 他其實現在一定度數 以上一定度數以下是不調整 或是家戶 你如果用電比較少是不調整 所以我想政府也已經注意到了 能源貧窮相關的問題 然後我們這個也有顯示 其實很多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的家庭 他其實願意支付更多的電價 但是同時他可能也會遇到能源貧窮的問題 所以我想相關的問題 政府應該要多加的去加以重視 那我要講的第三點是 六成願意購買電動的運據 那其實根據我們的這個調查 其實已經有超過兩成的受訪者 家中已經有電動的七機車了 或是有醫院購買的受訪者 也是多於沒有醫院購買的受訪者 然後20歲以上的受訪者購買意願 與年紀是呈現正成長的這個趨勢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去看非六都的受訪者 已經有電動七機車的比例 是高於全國的平均值 那我們推斷 推斷 非六都他的這個公共運輸的資源 可能叫六都叫不充足 所以建議政府可以鼓勵 非六都的這個居民使用這個電動七機車 也許可以有更多的政策油盈提供 另外超過兩成的受訪者已經有使用過共享機車 有醫院使用的受訪者 多於沒有醫院購買的 其中18到20歲的受訪者 有醫院使用的比例較其他年長的高 所以我們這邊建議政府鼓勵社會大眾或補貼低收入戶的家庭使用共享機車 那我以上總結 在探費的部分 步移太低 另外我們也要跟國際接軌 另外電價的部分 政府已經有注意到能源貧窮的問題 但是現在雖然就是電價在工業的部分 已經有上漲的趨勢 但是政府現在比較少做的是公布明確的調漲的期程 我想因為本調查顯示 民意其實對於這個電價調漲是有預期的 但是我們如果沒有明確的調漲期程 我們是難以引導企業跟社會做整個轉型的 然後另外是說針對這個購買電動運具的部分 就是使用這個進行科技的部分 我們是建議就是說政府可以鼓勵這個社會大眾或補貼低收入的家庭去使用共享機車 以上謝謝 好因為那個問卷很多了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很難完全在這個記者會跟大家說明 那各位記者朋友是可以參考我們的新聞稿 或是後續我們的希望提供相當的資料 我們非常樂意 那我大概是負責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問卷裡面其實剛開始是沒有特別設計 但是跑出來的幾題是非常有趣 那我把它界定是說台灣能力轉型 典範已經轉型了 已經轉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據 就是說從這個數據裡面看到有76%的受訪者支持在上面成為台灣的有定能源 我想這個對於國內在這個討論是說哪一種能力是台灣應該有的能源 我想大家現在可能因為全球供應鏈的關係 我們被要求100%再生這個意思應該是越來越清楚 因為這個不是環境問題 而是未來全球供應鏈經濟競爭的問題 第二個 那這個76% 那女性是接近80% 一樣女性的因素在這個地方非常高 那71.7%的受訪者 77%的女性受訪者 願意多付點價格來改善再生能 來使用再生能所產生的電力 這個數據其實是非常高的 就是70%或是女性更高的77% 願意多付點價格來使用再生能量 來產生電力 我想這個是應該是台灣過去從來沒有出來的數據 OK 好 那第三題就是再生能源2025的目標 現在是達不到 也有73%等支持率 實際上這個比較跳舞 我要講的是第四點 就是我們調查出來 住家屋頂已經安裝太陽光電流 8.2% 有意願安裝者高達49.4% 就接近50% 如果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台灣的整個民意 接近50% 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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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達50% 支持在自己的屋頂 有自由發電 一方面可以共享 一方面就是表示民眾非常支持這個方向 這個比例是非常非常高 那這個比例裡邊我們在細部來看的話 最支持的年齡層 最支持的年齡層 21歲到30歲 31歲到40歲 41歲到50歲 支持率都突破50% 突破有意願安裝的 那如果再加上已經安裝的 那也更高 簡單來講 如果21歲到30 已經安裝 跟有意願安裝 已經突破62%了 然後31歲到40 已經變成65%了 然後41歲到50 已經突破64%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的整個生產地的中狀年 21歲從輕狀年到31歲到47歲到50 這三個中狀年 支持率都高達62% 63 願意來安裝 再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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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建議 政府可能要注意這個趨勢 好 那就各收入來看的話 各階層其實平均都一樣高 就是說各個收入 我就細部不要講 未來大家可以參考我們一些資料 也都高達50% 願意支持 就是我們收入 加入收入的平均支持 那特別是六都 我們特別有調出來看六都的結果 六都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都超過50% 那台北市是最高的 有54.4% 然後新北台中 台南大概就是50%上下 50%上 然後高雄跟陶淵 高雄是49.2% 陶淵是47.9% 簡單來講也都是比進台南市 就是六都有很高比例的民眾 是業力來裝置太陽 我覺得這個在推動台灣 下一波的能源轉型 裝置五點型太陽 這個應該是非常具有政策意義跟社會意義的 OK 然後我們下一題跟能源轉型有關係的就是優先將碳被徵收回饋到增加節能跟再生能源的也高達47%左右 到與其他選項 這題也是一樣 然後另外一個跟能源轉型點判 轉型到這個點判 有一個就台灣田田市負平板 去問受訪者說如何加強電力系統的韌性 這一個高達也有高達接近48.8% 有接近50% 50% 49% 認為是說要強化電網任性 全程能源多元化 跟任上化 也就是再生能源 電網 這也非常高 那女性也更高 53.3% 最後一個跟台灣轉向能源轉型有關係 就是台灣社會我們的問題是這樣 台灣社會擔心缺電力如何強化供電穩定 選擇有幾個選項 選擇加速再生能發展的52.5% 然後選擇調整合理電價的接近20% 減少電力使用需求18% 那使用核電跟增加供電來引這個選項的 6.9%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大家認為是說擔心台灣缺電 那你認為應該要怎麼樣來想要供電母電 選擇加速再生能源 那這邊很高 所以這幾題配套出來 讓我去想像是說 這其實是台灣整個民眾 對於台灣在國際的壓力 跟台灣內部的生產鏈的壓力 跟全球公益業的壓力底下 這個往再生能源走 這個走向已經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那比較來看就是說 我們2012年調查那個時候 台灣就回到總體來講 台灣社會其實那時候有 無論是世代正義或是民眾對於氣候意識的調查 其實那時候支持率已經非常高 可是當時其實一樣跟今天出現同樣類似的問題 就氣候治理其實還有在落差 那今天的調查就是2023這個 無論是氣候災害 政府治理或是 進行生活轉型這個部分 或是最後能源轉型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其實是一個新的趨勢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也是建議行政單位 或是我們社會各界 包括企業界在投資這個部分 要強化 我要加快這一步 因為我們的民眾開始有支持 跟信任的程度 跟任同程度拉高 所以在這個轉型過程裡面 應該也要來趁這個機會 往前見智 好 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特別要跟大家講 就是這一次從前面的調查裡面 尤其林木欣國是這邊 講電費的部分 還有生活 這是屬於這個 願意使用電動車 願意購買跟使用電動車 接近百分之五十幾 接近百分之六十 表示是說 這個在靜靈轉型的生活 民眾的生活裡面 他願意採取 所謂的靜靈的硬據 或乾淨的硬據 這個句式也出來 這個數據 我剛剛在看一下年齡層 也大概就是剛剛那個年齡層 我這裡也都支持率 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總體來講就是說 這個整個靜靈生活轉型 這個態勢也慢慢出來 我不但支持 建制太陽橫板 我也願意使用電動騎機車 這比例非常高 好 那最後就是我要講的就是 一樣就是說 在歷屆的調查裡面 我們一個對未來子孫的投資的選項 在台灣 世代正義 跨世代正義 這個議題在台灣 其實是一直持續都有的 那現在政府在行政單位 會在固建所有的政策裡面 有沒有比較思考到 氣力的成分 跟跨世代的成分 這個部分 我們知道行政院有氣候新年的委員會 可是在我們在看相關的未來的 這個碳費 或是能夠走向碳稅這個架構裡面 目前還沒有看出來是為了下一個世代來做準備 那在歐洲 歐盟裡面 他們就是成立所謂的 氣候社會基金 那挪威這部分是成立所謂的氣候基金 其實都是要讓一部分的 這個 所謂的 整個預算 來框出來 對下一個世代做準備 這細部 我們以後再來說 但是這個部分就是說 顯示我們這個部分在法律的規範 在政策規範裡面 尤其跨世代政治或世代政治這個議題 還需要再強化 好 我這個部分的說明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不是先來做一個看板的 讓記者朋友照一個項目 再來讓大家來做體驗 好 站起來 我們就不喊口號 我們寫什麼要吐 不是 但要讓我們靠近給他 靠近給他 我們這邊應該現場也有 許多文詩記者朋友 就看看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們來做一個交流 畢竟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學術調查結果 傳算給公眾 就是台灣社會 各個領域滿重要的 因為有些學術調查是蠻豪雅的 所以我們在報告的時候 會比較緊縮一點 那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要麻煩您 抱一下您的答案 謝謝 老師你好 中國司法記者林良 請問問他說 我們這個贊成電價調查 跟上次調查有在明顯的增加嗎 是 這個相關數據我們還要比對一下 但是現在目前已經有近八成的這個 受盲者願意支付更多的墊價 對那所以我們可以再比對 就是說之前的數據 這個應該是有提升的 應該是有提升的 但是我們大家在確認 然後我補充一下 我剛剛比較沒有講到的部分 就是台電公司近年 因為這個 能源價格調漲而虧損 受盲者其實 有對於三個這個選項有看法 其中超過四成的受盲者已經支持政府 分階段調漲電價時程 然後也超過四成的受盲者支持電價委員會 每年定期監討電價 所以整個今年的受盲者其實已經有非常高的比例 支持這個調整電價 而且他們也在這個達項中有超過四成的受盲者 支持政府分階段公布這個電價的旗程 所以我想這個整個這個名氣可用 所以政府應該要利用這個民意的支持 然後要更明確的這個變價調漲的這個旗程 我依照先說你到這裡 我們這個在事後請林博士提供那個相關數據 2020年的 那我的印象是說這次一定是拉高 因為到高達八成 那過去我們的問答是說 如果現在2.6塊嘛 現在2.6塊漲到3塊的話 那是視率大概多了 那個時候大概是應該是五成多 那再稍微高一點 3塊到3塊5或3塊3 我記得那個叫念戶價格的設計 就稍微低了一點 大概是應該三成多 那現在是這個架構是說 第一個比較高的比例的民眾 願意是說 2.6 2.7 就是說比較高的比例民眾八成嘛 願意支持嘛 漲點 第二個就是說 願意支持分階段漲點價 所以可能我們台灣 我們可能要突破一個框架想像 過去其實各單位調查都有類似 淹霧價格基本上 民眾最淹霧支持 就是只有漲 所謂的30% 就是你不要把他給他3塊1 以後不管還是我們一塊給他3塊1點好的 可是這次可能不一樣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因為 因為COVID-19,因為烏爾戰爭,國際的電價,各國電價也停留到的變很高 所以那個想像方式已經開始變了,我們再事後提供你們的資訊給你們 請問,剛剛正想要問說,我們有調查外面調查的支持度嗎? 大部分民眾願意調查多少,或者是大概都在兩個區間 那分階段調查的話,有可能說像容易反過於突破版的調查嗎? 讓他查一下 我記得我們這次應該有 有,有,我們其實 呃,其實我們大概我們其實有問兩題啦 一題是我們就是用現在譬如我們現在如果 我們假設目前我們的電價每度約2.6塊 所以我們其實有分區間 2.7到3塊 3塊到3.5塊 3.5到4塊 或4塊到4.5塊 然後這個是一題 然後另外我們其實有一題 就是說我們是以譬如可以調查幾塊 幾塊去做這個 做這個 做這個調查 所以這個其實都有數據 而且我們這個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說不同的這個收入 收入,家庭的這個收入 來做一個對照 對,以上 我們今天請請陸教授幫我們再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 呃,我就這次的調查裡面 然後特別其實是把這個 呃,因為現在這個每度大概2.6 然後有分2.7到3.0 好,有分3.0到3.5 這兩個呃,這兩個區間其實是最多的 一個是33.3,就是26.5 甚至到這個 這個譬如說 呃,調漲到這個 這個譬如說4.5以上 都好像有7.1% 好的,這個民眾 那呃,但不願意支付更多的 呃,目前大概有15%左右 好,也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剛剛提到的八成級的民眾 好,其實是 贊成這個呃,就是說其實是調漲 好,那調漲的這個幅度 我們可以看到從這個2.7到4.5 以上好,其實都有呃,都有民眾 呃,都有民眾好,來來勾選 好,那在這裡面就是說 師傅,願意支付店價比例比較高的 好,是在這個年齡層 呃,也也蠻有趣的 是在這個呃,61歲以上好 跟41到50歲,就是50歲以上 其實願意做這樣子的這個調漲 好,那這個呃,在這個店價上漲的情況下 好,願意支付大概3.0到3.5 這個店價,是大概年齡層是21歲到30歲 好,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呃,這裡面其實就是講一個趨勢 就是說其實,願意支付比較高的店價 所以是代表月收入比較低的人 比較不贊成調整店價 對 呃,這邊是這樣齁 這邊如果是第17題就是稱呼 我剛才回應記者的朋友齁 第17題大概就是會有明確的會漲多少錢 那這個剛才這個,杜教授其實已經有提示 那第18題是譬如,每度多付未滿1元其實是有32.6 多付1元以上到未滿2元是31.7 然後多付2元到未滿3元是12.5 這個其實我們已經有提供我們的數據的這個 呃,報報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這個各位媒體朋友 那至於剛才這個中國時報所提到的這個 這個關於家庭月收入的觀點齁 我們這邊其實有看到 在這個個值百千萬十萬 1500000元以上齁 在39.3%齁 然後再來是 家庭月收入越高 願意支付的比例越高齁 這是我們初步的一個分析 那相關的數據 我們其實,我們這邊也有相關的數據 可以再提供更精確的這個計算 如果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較具體的問題 我們這邊可以提供 來提供或討論這樣 以上謝謝 這個那個 杜老師這邊還有一個點補充 我再補充一下 這一題在配上 有71%的受訪者是 電力支出更多的價格 來支持再生 就是配套 你用配套來看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 不會只有電價問題 但是它是觀測到 那你要去 你要使用哪一種 來跑哪一邊去 那我想剛剛 就是說記者 這邊所提問的 就是說是不是月收入 不過這次看到的比較 我覺得就是在整個的調查上面 即使是月收入不高 可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還是願意支付 是支付的多少 比如說像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月收入 它是可能是5萬元以下的 那它的這個 就是說當提到就是說 其實正常傾向 其實是比較是那個反對黨的 那它也是願意支付 它並不是選服 願意做負責的部分 而是說在願意支付 只是做願意支付的這個美術的額度 其實它可以比較低 所以剛剛還是提到就是說 似乎就是說 其實大家也覺得說 我們的這個電價 有一個預期 一個合理的這個 譬如是調查 是大家算是比較大的這個公式 好 我們再把數據再精確 就是說 家庭收入 月收入在5萬塊以下 就是4999 願意支付便價 就是2塊7到3塊 將近市場 對 收入低的還是支持 願意支持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大家未來因為在佈局 那個 大家未來在佈局 這個整個 能源轉型 或是分散性能源 智慧店 這些需要拉高成的 就是整個國外的經驗是這樣 那這個轉型過程裡面 願意支付的 的情況是 是有一定程度的支持 那剛剛後面 那我現在也想問說 因為那有提到說轉型過程 那個是在正義的 對我覺得 然後再強化 那我先補充一下 那林老師 依照解釋 這次的問法是說 您為了 您是否為了 願意 未來持續 然後來 來這個支持 再生能源 那個這個比 這個比例很高 這個 林老師 大概可以說明一下 那我們過去的問法 大概 應該是這樣 就是因為今天 沒有說跨 跨年度比較 就是說 為了 如果我會發生 氣候災難 或是為了 未來子孫 避免 讓他 承受氣候災難 你是否願意 怎麼樣 比如說你願意投資更多的氣候防範的政策 或是願意投資新的電力 或是要有更多的基礎設施 這些部分 我們過去都有過 支持率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每次問到世代正義這一題 大概都80%以上 標示著我們台灣社會其實很重視下個世代 不只重視教育 在七二一體也非常重視下個世代 現在的問題是說 當這些台灣社會有一定濃度的 世代正義的想像的時候 但是政策上沒有完全發展出來 這就會有點可惜 來 我想剛剛周老師 以前大致上已經說明了這個題目 他的精神就是說 為了什麼原因 然後去支持這個能源轉型 所以這個結果是顯示 大家會支持能源轉型的原因 是為了這個下一代的子孫 那這個就是一個世代正義的精神 那 我只是稍微再多做一點補充 就是說在政論會 大家可以去關注年輕人的角色 年輕人基本上還是蠻關注這個議題 然後而且也會比較傾向支持政府 氣候政府說可以多做一些事情 那我想 年輕人自己他們也是很關注這個 氣候對他們未來的影響 那我想這也是氣候真 世代正義的一個主題上 謝謝 剛剛那個杜老師有提供給我們問卷比較辛苦 年輕人自己也很care自己的世代正義 這個問題是我們剛剛講電價的第二題 電價是第17題 現在是第18題 問題是這樣 為了減少未來氣候災害 電力支付每度電價都兩塊錢以上的到三塊錢的 21歲到30歲的比例是比較高的 然後呢 也為了減少氣候災害 還有電力多 一樣 類似的問題 電力多支付三塊以上的 剛剛是21歲到30歲 然後現在是18歲到20歲 簡單來講就是說 從18歲到30歲這個比例 18到20嘛 然後21到30 也有接近三成多的年輕世代care的事情 所以他願意付出多動物電價 所以不只應該注重跨世代 還有世代自己已經都開始注意到這件事情 這個是有趣的事情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其實在各個議題上面 看起來就是我剛剛我們初步跟大家報告就是 18歲到20嘛 然後最主力的是 21歲到30 31歲到40 41歲到50 其實就是從18歲年輕的到50歲這個生產率大貴 支持率都是最高的 支持率都是最高的 但是在年長的部分 因為我們後面有設計 51歲到60跟61歲以上 其實在各個項目上 也有一定穩定的支持率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說 支付支持在成本稱為臺灣能力能源 總體來講有76% 但是在我們剛剛講的前面這幾個比較年輕的節省 都接近78% 83% 83左右 80左右 稍微倒鐵 可是在50到60這個節省也是76 所以它有一定的支持程度 那你願意支付多一點價格 改用在成本 這個我們剛剛講起來也有71.7%的總體支持率 我們剛剛講女性比較高 77 那男性比較低 66 所以說燕依供不點價格來支持在成本 女性是77% 男性是66% 總體是71% 那一樣在51歲到60 就比較年長的這個部分 也接近70% 也接近70% 又是69% 雖然是稍微低一點 但是average來講 它的支持度還是 雖然比這個青壯年世代稍微低一點點 也是一樣的支持 那我再提低一點就好 再看其他題組的老師怎麼 那在有沒有裝設太陽橫板跟燕依裝設 我們剛剛講 總體來講 有8%已經裝設 49.4% 比燕依裝設 講簡單來講 大概57% 燕依或有燕依或燕依安裝 那在青壯年這個部分 就是21歲到50歲 這三個階層 加起來都60%以上 剛剛有更大 大概62% 60% 是比average的57%高 那但是在51歲到60歲這個階層 有8% 47 也有55% 也有56% 56%的支持程度 並不會特別低到太低 因為我們剛剛 Average講說是57% 剛剛是大概56% 然後61歲以上有51% 51%點多 簡單來講就是說 青壯年支持率最高 那稍微延長的支持率 稍微低一點 但是Average來講 他的支持程度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支持 不會超限太遠 所以顯現這個 如果我們把年齡 再加上家庭收入 再加上這個 我們今天還沒講到太多的教育 因為教育有些逃亂 沒有到懸處 我們初看起來 教育看起來也都是比較平均的辦法 去跟這一個壓制 謝謝 來 來 沒得急 然後想再 所以我們剛才 就是剛談到 年齡者的 對於七中兼籤的 態度過後 比年齡還要平 那 我這一隻想問 就是 老師們會怎麼用的 這樣的結果 那正成該怎麼做 去提起 那種旅行 那同樣的剛剛在分享的時候也有談到多女以來女性的比第一種比男性還要高 那代表男性對於氣候面前的意識跟態度都比較弱 那不曉得這個部分有沒有原因以及有沒有建議政府趕緊要去提高兩性對氣候面前的態度 謝謝 好那我這邊其實就是說想藉由一個比如說這個題組來談到因為大家提到就是說其實年齡層的分布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其實在做這些調查的時候年齡會不會變成是一個關鍵一度 有時候其實他不一定在在不同的題項可能有不同的部分有一些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可能像像政黨 他其實是一直非常的就是顯著然後就是說其實對於這個就是相關的一些政策的支持跟不支持好這個正常的因素看起來 那年齡多半的時候那剛剛為什麼提到就是說很多是年齡屬學人 因為在這個就是在這個討論裡面就會看到就是說年齡屬學他對於這個部分的這個年齡因素會跳出來好在這個年齡層對於這個提向這個選擇會跳出來好那有一些部分不會好 那可是我覺得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部分我想跟大家分享好他其實是在這種就剛剛在這個提向裡面譬如說在談這個 譬如說像不影響其他稅收好那要把這個碳費跟能源稅好的這個申收好用在什麼樣的這些用途好那以及就是說其實在這個 譬如說怎麼樣去強化電力系統韌性好的這個這樣子的一個這樣的提向裡面 我覺得可以看到一個呃有趣的呃呃就是說比較大的一個區別是呃年齡屬學會比較傾向就是他去增加這個 譬如說像節能產生能源的投資或者說其實是促進這個能源多元化跟散化好就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在談呃剛剛周教授在談的一個 譬如說這個新的這個譬如說是架構好就是對於那個能源呃的想像會來能源分呃配置的這個想像 那呃呃比較年齡屬比較高的人哦他其實也是當然也是支持就是說其實是這種呃呃在那邊轉型裡面 可是他支持的方法呃呃我們如果說用這個呃比較呃呃一種說實來講可能是務實哦 務實就是說其實他不是比較未來的不是找未來前瞻他是會比如說他會呃呃比較是呃支持就是說其實是呃 呃投入這個比如說輔助好或者說其實是探罪人的這個平均分擔好或者說他其實是在這個呃呃呃呃呃 呃呃呃呃呃對於這個電力系統的任性他會選擇的途徑是比較是加強電力人部門人員的訓練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其實在這些呃 入境上面的年輕世代的一個觀念上就是就是希望走向比如說是比較是電力化 比較是能量分散化好像比較是新的這種能力跟社會關係的配置好那呃呃比較就是說其實年長者這個也是一個過去的一個呃呃算是說經驗值好 所以他們比較呃呃就是看到的這個曲徑就是一種補助好或者說其實是一種加強人的這個懸念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是在這個部分的差別 年長者不必然是觀念或行動比較落後 因為我們過去基本上是在那個框架底下 現在年輕人接收訊息比較快 他看到國際的趨勢 所以他的反應會比較強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個問卷 比較清晰的可以看到 那我們先請林雅教授補充一下 年齡可以期或在哪 那代表林博士也可以補充 那我就簡單回應一下年齡的部分 那在我關注的這幾題面 年齡是沒有特別的差異 那大部分應該是就像我講的全民共識 那只有在有議題上面比較有年齡的差異 就是說台灣民眾對於這個氣候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 會不會導致經濟成長變緩慢 這一題是比較有趣的題目 就是台灣社會現在是五五波 大概一半的人會認為說會 有一半的人可能不會 那年長者是比較會認為是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 可能會導致經濟成長變慢這樣子 那這一題是我看到有年齡上的差異 但是就算同意這個想法 也不代表他不支持這個減碳政策 所以這一題我們只是知道說 也許在觀念上 到底這兩個是不是會衝突的 那年長者可能會比較認為 這兩個目標會是有衝突的 但不代表他會比較支持哪一種 那是這題沒有問到的 那關於性別部分 那為什麼女性會比較 對這個氣候變遷的影響會比較敏感呢 這部分我就比較沒有辦法 從這個問卷中去判斷出原因 那當然也許來頓考試也可以分享 或是說可以用很多的機制 很多的原因 但在政策上可以怎麼做呢 我想至少一個很基本的 就是說要提高女性帶走的禮畢 或參與的禮畢這樣子 那增加這些參與的機會 我想能夠讓政策更符合 這個女性的需求 這樣 立場 我進入回應一下這個金光的 關於那個年長者相關的問題 還有那個願意同層也有提到 跟那個世代爭議的關係 我一定回應喔 就是說如果從我們這個 剛才那個電價題喔 其實有就是說 如果是八成是支持能源世代爭議 但是如果是以年齡來分喔 其實這個就是年長者 年長者喔 他其實還是願意多不電價 但是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他願意電付價格位置比較低的 願付價格位置比較低的喔 那這個 這個可以推薦到就是說 如果是關於那個 剛才玉琳夢前有提到 相關世代正義的問題 就是說年長者 他其實還是有這個意思 就是說他的觀念可能是進步的 但是他願意付出的這個行動 實際的行動 可能他相對於年輕人 可能是比較不積極 可以這樣推入喔 那另外是說 因為現在其實有很多 針對這個靜營科技 或是整個氣候轉型 靜營轉型的相關的科技 有一些新創喔 那台灣會願意給年輕人 更多的這個機會喔 因為然後在過去 然後我覺得這個 也有涉及到議題 跟這個世代正義也許也有一點關係喔 就是說 社區其實是可望 猜以整個這個氣候治理的 在這種問卷裡面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我們如果從過去整個譬如這個氣候防災或是相關的這個災害防救喔 政府比較focus比較注重是在企業的這個部分喔 那企業可能就是說可能以比較有能力的重大型的企業 謝謝大家回應 好這位謝謝 那個我免你這個再補充一下 我們用那個我們Q4 第四題 就是林教授復診這題 我跟大家講一個有趣的情況 就是說請問您同不同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增設會使經濟成長緩慢 同不同意喔 那不同意的呢 在18到20只有32.7 38到20 最年輕的喔 53%是同意的喔 我說簡單就是減少蒸氣體排放就會把耐性成長 大概是這樣喔 那那18到20不同意的只有32%喔 然後呢 在21到30 31到40 41到50 都是接近50%或50 52%以上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表示大家觀念在換 就是說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就是為了環境會不會影響到經濟成長 這大概開始觀念已經在換了 因為過去台灣就是每次遇到環境跟經濟的問題 就會開始大家就會在那邊掙扎喔 那50到60呢 就是不同意的 也會比較低一點喔 也會比較低一點 但是至少 剛剛我們講18到20是32.7不同意喔 但是50到60的是44%不同意喔 那61歲以上是31% 嗯 不同意喔 那那當然跟那個中壯是在那個稍微有夠差一點喔 但是基本上這個也是很一個趨勢啦 那我們可以講說其實過去 臺灣經濟成長的框架喔 就是便宜的電價水價來支撐經濟發展 現在大家慢慢覺得這些都可能觀念要轉換 觀念要轉換 對 好 那剛剛還有這個 老師好 老師好 我是只有知道記者有比較多選 那個想要再問一題是 民調中這邊特別拉出來問的是這個屋頂裝太陽能光電 請問一下這一題是有什麼樣特別的因素會特別去要問屋頂太陽能板這件事情 那再來是 那其他的再生能源 例如說風電什麼就是有沒有特別設計要問或幹嘛之類的 就好奇說特別問太陽能板 那光電這個領域是什麼原因 其實跟靜靈生活轉型有點關係 那跟能靈轉型而已 太陽能板電這邊跟能靈轉型有關係 因為世界各國經驗就是說社區的民眾比較不喜歡大財團來進駐 來那個所以他們願意社區勤勢或是實體值的健康 這就是有點公民電場的概念 所以我們會問的這一題就是說 那你願意不願意再次有無平的狀態嗎 這個比例看起來超高的 58%的很高的 所以這個問題當然是 那另外一題到底就是 那你願意購買電動機車的那個也不是幾% 所以這個 那風電因為那個一定都是大廠商 風電那有論是陸域或是海運那一部分都是大廠商 所以是從公民電場 或是說把發電的權利回歸到民眾身上 這是從世界各國能源轉型 回到公民性的身上 這一塊就是能源的民主 能源的自主 這一塊是這樣的設計的一個架構 好 那另外一個您問的是說 台灣社會擔心缺電應該如何強化電力供應穩定 就是有幾級的答向其實也沒有特別去架構 那我們通常想像是 還是是不是要加速這個現在能源轉型 再生能源嘛 第二個是不是要調整電價 因為大家認同電價 電力不穩定嘛 既然大家慢慢知道電力不穩定 基本上是因為我們的電網任性不夠 那電網任性如果依照 2017-80大田田那時候行政人報告 是要投入1500億的電網任性的維護 事實上只投入了6700億 所以後面就會挑電了 所以電價是要投入化才能夠讓台電有這個資本去內容 那減少電力需求也一定嘛 當然台灣的電力不夠 其實台灣的電力應該是不夠 台灣是應該是綠電不夠 台灣的電力項目比較不是不夠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看我們投入中心去年10月公布 我們幫工廠寫信會做了一個台灣電力風險 確定風險報告 其實我們統查了從1999年7月16號到最近這幾年 有一次整個電力供應的 除了517 517因為確實是主要的電力的管理 那個供給調度不夠 其他基本上不是電網任性調度管理的問題 都不是電力不夠 因為數據非常清楚 所以外界一直在講說台灣電力發展不夠 另外一個關鍵要比較複雜 就會牽涉到虛擬電網 台灣社會只覺得說電力 比如說我們在去2021年的7月 應該是去年的7月22號 我們的電力監控達到4072萬千瓦 大概就是說電廠要開到比4072萬千瓦 還要高 這樣才叫電力容量 那是不對的概念 你不需要花這麼多的電廠建廠成本 去維護台灣只有幾天的電力監控 而是必須要用電力調度 用虛擬電網 這個我想說電力學家應該都是有這個觀念 台灣經常這樣子就會先不只要使用那種 那另外一個就是最後我們有一個選擇 就增加核電或增加電力供應來源 這個比例也是在這個價格 我們也是把核電放進去 那出乎意料 這個支持使用核電的比例比較低 這個比較任何設計 這個答案就是這樣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 設備淘汰換新跟保養 這個比較低 這個只有0.1% 所以這個我們就數據上面給報告出來 就這樣跟大家做說明 這樣子 就是核電這體是有發進去 但是出乎意料沒有那麼高 對 反而是加速再生能發展這個很高 那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就是前兩年的民調 大概是前年跟去年 那個各單位的民調 支持核電的升值很高的 接近我的印象有三成多到四成 那我們這一題放進去就是說 因為我們沒有特別問一題是說 那你是不是核電這一題 但是如果說台灣普遍還是很容易 民眾認為電力不夠會缺電 那你應該回到核電 那你應該回到核電 好像很多很多人論述在 理論上這個支持核電的這個循象 應該是會拉很高 顯然是相對比較低 我這邊可能也是在補充在二十九 跟這個比如說三十三十一題 因為如果來看的話 其實他還是在節能 我剛剛講說是比較是新的框架 這個不僅是年輕時代 而是說其實帶在整體的這個 就是說支持度上面 增加節能跟再生能源的投資 這個部分其實就大概快五成 四成六 好那然後要輸到產業升級 去降低無賴 也就是說其實是對於這個產業的這個 比如說是結構有關數的 也是大概五四成五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剛剛的講的那個 比如說像電網韌性這個部分 整體來講促進能源的多元化 英文三化以及加強電網韌性 跟彈性調度 這個部分其實加起來也大概 嗯 將近了八成 好這樣子的 就是說其實大家對於這個部分的 這種比如說是選項 我剛剛提到的比較是未來前行的選項 剛剛不只是在剛剛說年輕時代表提出 它其實在整體的一個調查裡面 其實也是戰友交換的比例 這個就是說 基本上 因為國外有因為二物戰爭 所以 核電聯繫的一些項目 那台灣核電聯繫 勢必也是大家會討論的議題 那剛好問到這個時段 剛好因為可能是 就是有後選人提到每一個現實都要一個SMR 我都會引起比較大的聲音 所以是不是這樣而造成另外一種想像 這個我們不知道 反正簡單來講就是說 這個應該是說 呃 理論上這些題應該是會繼續活動 對 好那另外我跟大家做一個特別的報告 因為大家還沒有問到這一題 就是政黨的因素 因為剛剛那個林教授跟杜老師都有提到 政黨的因素 或許他們可以在他們的部分補充 在我這一個部分我只要舉三題 就能源轉型支持 能源轉型這個 這個 政黨的部分就是 呃 我這邊有一題嘛 請問你是不是在上面成為台灣核電能源的部分 那這一題就是民進黨支持率 就是質量政黨請向民進黨的受訪者 有89.4% 那民眾黨71% 72%左右 國民黨大概61% 61% 這個就是說政黨取向 那支持民進黨應該是指向黨OK 那支持民眾黨 其實average來講 我們這次的政黨認同調查出來 跟大家報告一下 認同自己支持民進黨的有25%左右 那認同自己支持國民黨大概20%左右 支持民眾黨也大概20%左右 所以三強領域的情況其實 我想他們其他的調查應該會看到 我們這個數據因為我們做學術調查 沒有做錯過多的政策 而這個三強領域的態勢非常清楚 但是在對於公共議題 對於這個議題的政黨支持率 民進黨支持率已經是比較高的 這題是這樣子 另外一題就是說 燕衣裝設太陽能板 燕衣裝設說裝設這個 民進黨的支持者 認同者 受訪者 他有62% 就是已經安裝或燕衣安裝的 有燕衣安裝的 62% 民眾黨有60% 那國民黨有50.5% 50.5% 那另外 另外一題 OK 另外一題是說 您願不願意用比較高的價格來 改用再生能源所產生的電力 我這題 我這題落差更大 民進黨的這個 認同者 政黨請向民進黨有 接近90% 89% 88.9% 民眾黨有 70.6% 70% 國民黨有52.3% 所以可能 這個可能 會顯示 因為我們不做過多的評論 可這個顯示在不同的政治的 光股的認同者裡邊 對這樣的比較屬於前瞻的能源轉型立場 是有落差 是有落差 那民進黨的認同者 因為他可能支持現在的執政黨 所以比較高 可是我們看民眾黨支持度 也有一定程度 也有一定程度 那國民黨這個部分的認同者 他的想像又比較不太一樣 那這個部分是值得一些政黨 各個政黨的負責人可能要多去注意一下 好 那我此後想再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在第五題 第五題跟第六題 是不是因為前面這個前題有談到 近九層的民眾都認為 都對氣候災害受感受 氣候變性的影響還有災害 但在後面第五題跟第六題 又出現 個人是基本上沒有遇過 八成的民眾都沒有遇過氣候的災害 但就算有遇過 如果在這個問題很年前是他們損失的狀況 但不曉得老師們很容易解決這個結果 好 那這兩題我一起看 所以可能乍看就好像會有這樣的疑問 那我的理解可能是說 就是我們當時在問說 有沒有親身感受到氣候變性的影響的時候 這個影響可能並沒有到那麼嚴重 對他沒有到這個身體或者是財產上的損失 可能你可能不變 你可能覺得不舒服 或者你可能覺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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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上的一些 一些 一些這種狀況 那是到第五題跟第六題的時候 因為我們把它問得更細 就問到具體多少次 多少錢的時候 那可能這種比較 生活性他們可能就會覺得好像沒有 或者是沒有那麼多經濟上的損失 所以可能是這個差異 所以在看這兩題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更重視的是 那些實質上真的有受到很嚴重 可以被量化的這些影響的人 現在比例到底有多少 結果顯示其實並不少 還是有一些 而且可能這個比例還算是高 所以我想這可能是未來 當這個氣候災難可能頻率越來越高的時候 我們還是必須要考量到 會有一部分的人 他們真的會受到這個具體的損失 而且次數可能會還蠻高的這樣子 謝謝您這提問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回來看交叉再看地區 那因為我們只問到 我們沒有問到鄉鎮 對不對 我們是現實 我們是現實 如果要問到鄉鎮的話 可能就是說 譬如說在第五題 有接近16.9%有1到5次 那這個其實統計數據上 有一定程度 但是並不高 那就像您教授講 如果我們交叉分析 台灣有哪些可能是哪一些地區 它可能這一個是屬於比較頻繁的受災地區 那一教授可能會看出一些答案這樣子 舉例來講 我們其實 我們今年3月跟上週那邊 有做了一個小的分析 就是說 譬如說 花蓮的那個和平 有和平店長那邊 他們是全台灣太太最高的 可是他們是受不決定的一個區 那個就凸顯出那個過差 我覺得類似這樣的意思 那所以這個地方其實 那這個是 如果是加起來有 接近19%左右的民眾 有受到欺負災害 如果第五題加起來 有19%的民眾 有受到欺負災害 那這個已經表示 5分之1的受訪者 受到欺負災害 那這個可能也需要重視 那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訪談有一定的那個 那我們這次訪談 還有特別加入手機 為了要去接受年輕人 那可能年輕人很多 可能要求災害的自己沒太多 那但是他們 因為對於這樣的平均 他們應該是要被抽到 所以這裡面有捨居疫情 我在2013的時候 我在伊甸中央的一個 風景社會的感知調查 一邊剛剛跟李莊武教授那邊合作 其實有談到一個災害的部分 那那個都要特別去加選 特別去加選 比如說在八八溫在那個地區 或是在哪些南投特別地區 特別去加選 才能夠附選那個樣子 再來做其事 這裡會有比較細部的工程 謝謝你這個提供 謝謝你 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今天謝謝各位 我想這個有一些問題 可能要大家再來一起深化 再來討論 因為很多議題沒有辦法 這樣拋出來 這邊都有答案 但是大概就是一個趨勢 那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那我們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